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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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就開始了 不過這邊先跟大家講 就是今天的這堂課非常的重要 很重要 因為就是這堂課是幫你找 找那個 register 裡面的值 那因為 GPIO 它的控制 它就是一個 spatial 的 register 那我們今天就是要帶大家去找 你要控制這個 STM STM 32 然後它的 GPIO 的 pin 角 的那些 register 那它其實就是一些 register 所以就像我們上次講的一樣 你要在這些 register 裡面 去寫值進去的話 其實你就可以控制這些 GPIO 就是這些 output output 和 input pin output 和 input pin 的值 或者是它的功能 所以今天要學的事情就是 就是我們如何去找到正確的 就是這些 register 的正確的位置 它就是 memory 就是這些 memory 它正確的位置 然後還有它應該要寫什麼值 我們才可以去正確的控制它們 對 所以今天這個課很重要 然後預計也是最後一堂的 那個組合語言的課 到這邊為止呢 就是組合語言就會上完 就不會這麼痛苦 那我們後面呢 就會用 C 語言來繼續做 那 C 語言的話呢 我們也會有一個練習 跟這個練習是一模一樣的 那內容也是一模一樣的 差別就在於 一個是用足語寫的 一個是用 C 語言寫的 但是有了今天這個課的基礎之後 你在看 C 語言的時候 你會比較有感覺 就是它在底層 它是怎麼樣子搬動的 怎麼搬動這些值 然後去控制 GPIO 的 所以這是我們今天講的大綱 那一開始的時候 一樣我們會先介紹一下 這個外部的電路 然後它的硬體架構 那當然還有它的用途嘛 那接下來就是 會帶大家找一下說 這些 register 呢 它的位置和值在哪裡 然後最後就是電路 然後最後就是我們 會有一個翻例程式 讓大家練習 還有讓大家看一下 所以我們先講那個 GPIO 硬體架構 還有外接的電路 那 again 這個 block diagram 我們其實我們之前有看過了 對 那就是我們再提一次 那也請大家稍微記一下 就是 Advanced High Performance Bus 叫做 AHB Advanced Verifull Bus 叫做 APB 那 AHB High Performance 顧名思義嘛 它 High Performance 它速度就是要快 速度要快的話 它就是去處理那些 你需要快速的處理的 port 然後呢 它也必須要比較接近 你的 processor 你這樣速度就比較快 那 Verifull 的話 顧名思義就是周邊嘛 周邊的話 它會離你的 processor 距離比較遠 所以它處理的速度相對會慢一點 那如果大家 因為大家手上現在都有板子了嘛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就是你的板子啊 那塊白色的紙板上面 你會看到它有各式各樣的 port 那我們的這個 port 我們的 STM32 這個板子的 port 它就是 從 PA 到 PBPC 到 PF 然後每一個 port 它都有 16 根 pin 16 根 pin 角 16 根 pin 的意思就是 它有 16 根 pin 角 所以你看板子 你大概會看到就是 它從 PB0 一直到 PB15 或者是 PA0 到 PA15 這樣子 那 這個電路 我們其實之前有講過了 最近主要想要跟大家講 就是它連接的方式 然後還有它那個 排針啊 內排的那一排排針 和那個可以插進去的 那個黑色的那一排 其實它們是 一對一的 short 在一起的 好 然後接下來 它這個呢 在講的是 這個 processor 它內部的電路的架構 大概是長這個樣子 所以我們想想看喔 我們從電腦的指令 開始要往下做一些 有的沒有的控制 各式各樣的控制 一直到 啪啪啪啪到 電腦指令完了之後 跑到你的輸出 然後你的輸出的話 因為我們都叫它叫做 IO Port IO Port 它就是有 Input 有 Output 所以我們要決定說 你要輸出還是要輸入 這個也是要做控制的嘛 我們要告訴它說 你要輸出還是要輸入嘛 還有你的輸出 其實會有各式各樣的輸出 所以電腦下的指令呢 其實你是要設 蠻多種不同的設定的 你才能夠順利的 Initialize 或者是 Activate Enable 這個這一根pin角 一根pin角 所以我們看一下喔 就是有哪一些東西 是我們必須要加進去 然後給它那個 Activate 或者是去設定它的 那第一個就是 Pull Up Pull Up Pull Down的 Control 那這邊就是 你看這邊是 Pull Up 這邊是 Pull Down 對 那這邊就是告訴 這個 processor 說我的輸出或輸入 我是要 Pull Up 還是 Pull Down 那 Pull Up 什麼意思呢 你看它 Pull Up 在這邊 所以它要是打開的時候 表示說 它的電路是會被往上拉的 電壓是會被往上拉的 Pull Down的話呢 Pull Down就是電壓往下拉的意思 所以當你選擇使用 Pull Down的時候呢 它會是一個電壓往下拉的狀態 再來是 Output Type 就是我的輸出 是要用什麼樣子的輸出的形式 對那其實 我們這邊看到 好像有點眼熟 有沒有 這是 Push Pull 這是一個 Push Pull 可是我們之前介紹的時候 是用 BJT 那它這邊長得像MOS 它這邊是用MOS 對 這個我們等一下會解釋 所以你也可以選擇說 我的輸出的 Type 是要 Open Drawn還是 Push Pull 那 Open Drawn和 Push Pull的差異 我們之前有講過 Push Pull的話 它可以提供比較大的電流輸出 比較大功率這樣子 好那 它其實另外還有一個是 Modder 就是我們輸出還是要做輸入 對 然後再來是 好我們現在決定說 我們要輸出還是要輸入了 所以 就是做一些設定了之後 那我們輸出值是什麼 就是 因為我們一個 Port 它有 16 根 Pin 角 那這 16 根 Pin 角 它當下要輸出什麼 或者是它在下一個時間點 它要輸出什麼 我們是不是要告訴電腦說 你要給它一個值 那 1 我們知道 1 就是高電位 然後 0 就是低電位 所以 我們要把我們要輸入的值也丟進來 所以 這個就是 Output Data Output Data Register 就是 ODR 好 那其實呢 因為我們之前有講過 其實你也可以說 我不要 16 個 Pin 角 我都去設定 因為有時候我就是不需要設定這麼多 那你這時候 你去操作 16 個 Pin 角設定的時候 有時候還 就是給麻煩了 可能還多 不小心就是 有一些值寫錯了 寫到錯誤的地方 然後造成其他角位的輸出錯誤 所以我不想要這樣子 所以我也可以選擇說 如果我只要設定一個 Pin 角的話 那在某一些 Register 裡面 它是可以做 單一 Pin 角的設定的 那這個就是 上次跟各位同學講到的就是 那個 BSRR 和 BRR 就是 Bit Set Reset 的 Register 它是做 單一個 Bit 的 Set 跟 Reset 的 好所以 這邊稍微看一下之後 我們大概就會知道說 就是你看 你 Output 和 Input 的 Circuit 大概看起來 它就講這個樣子 我如果 要輸出的話 那你看 我把值寫進來 或者是說 我把值寫進 Output Data Register 裡面 然後呢 它就送到這邊 去決定說 我的輸出是要用哪一個 Type 做輸出 然後呢 輸出了之後 我就丟到這邊來 然後做輸出 然後 Pull Up Pull Down 對這樣子 這個是 Output 這一條 紅色這一條 是 Output 的線路 好 那如果呢 我現在設定說 我想要給它做 Input 就是輸入 做輸入的設定的話 那 它的輸入 它的那個線 因為 Pin 角就是同一根嘛 我們這上面 這個每一根 就是每一根 金金的那個 都是一個 Pin 角嘛 它 Pin 角同一根 那同一根 Pin 角 它可以做 Output 它也可以做 Input 這樣子 那所以呢 如果說我把它設定成 要做 Input 的時候 那它的訊號會怎麼跑呢 它的訊號會變成是 我的外加一個電壓 給那根 Pin 角 然後呢 那根 Pin 角呢 它就會 喔 電壓就這樣進來了 然後我就把它讀進來 經過一個 Schmitt Trigger 之後呢 我再把它讀進來 讀到這邊 所以你看 它這邊就是一個 Input Data 的 Register 這就是輸入資料的 Register 所以就是 我讀進來的資料呢 我就會把它存在這個裡面 就存在這個 Register 裡面的話 其實因為它是一個 Register 所以呢 我們就可以寫成市碼 然後就去讀取它 我們之前也學過嘛 就是 LDR 那這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去讀到說 外面進來的資料 就是電壓變化是什麼 這樣子 那所以呢 我們現在再跟大家介紹一下說 就是這個第一張的 這個電路圖上面 這些各式各樣不同的電路功能 大概是什麼這樣子 好 那第一個 Open Drain 跟 Push & Pull 我們之前有講過 我們這邊再帶一下 所以 Open Drain 或 Open Collector 它就是 就是 我這個 V-In 嘛 那就是 有高電壓然後它就導通 導通的話 這個 Output 它就往下拉 就變成是低電位 如果它關掉的時候呢 它的電壓就會由這個來決定 這我們之前講過 那所以呢 它高電壓的輸出 是由外部決定的 這是它的特性 那 Push & Pull 的話 它就是 我可以吸電流 我也可以關電流 然後呢 因為它是 BGT 的關係 所以它會有一個電流放大的效果 電流放大的話 其實也就是功率放大 我們有一個比較大的功率的輸出 這樣子 這我們都講過 那所以呢 這邊是再稍微讓大家看一下 就是 如果我在電路裡面 我們把它設定成就是 Open Drain 的話 那它其實就是這樣子 我把它設成 Open Drain 這個其實是 Open Collector 我這邊寫 OD 反正請大家記得 它就是差別 就只是在於 BGT 和 MOS 的差別 所以 BGT 的話是 Collector 然後 MOS 的話就是 Drain 這樣子 BGT 就是 OC 然後 MOS 的話就是 OD 這樣子 那就是名稱上的那個 那它基本上就是一個 switch 好 那所以呢 如果我們這邊呢 我們給它設成是 Open Drain 的話 那它的 output voltage level is determined by external circuit 所以 就是這邊嘛 我們之前有講過 它的輸出的電壓 高位電壓的話 是由這邊來決定的 好 然後呢 如果當我給它一個 E 進來的時候 一個 E 進來的時候 它會怎麼樣 E 進來的時候 V 印 是從 V 印進來的話 那它是不是導通了 導通它就往下拉 就變成 0 那如果這邊是輸出 輸出就變成 0 低電位 那如果呢 有一個 0 進來的話 就是這邊就沒有打開 沒有打開的話 視為斷路 所以呢 它這邊的輸出的電壓呢 它 output 在這裡 它的輸出的電壓呢 就會變成是從這邊來決定嘛 所以呢 就是 0 進來的時候 V 印 leaves the port in high 一個 high 的 voltage 這樣子 這是 Open Drain 運作的方式 好 那 Push and Pull 的話 就是 這其實我們之前也有講過 就是我們一進來的時候 它會 Activate 哪一個 一進來就是這邊是高電位的時候 它會 Activate 上面還是下面 那 V 印進來的話 因為這邊是高電位嘛 那之前有跟大家講過 你去看那個箭頭的方向 箭頭的方向如果是這樣的話 表示說我這邊的電位 比它高 0.7 伏 它就是打開的 箭頭方向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表示說我要這邊 比這邊高 0.7 伏 它是打開的 當我這邊是高電位的時候 它這邊到這邊 就很難大於 0.7 伏 這個不會打開 打開的是這一個 因為我這邊高電位嘛 我的 Input 是 1 的時候 所以我 Activate 是它 所以它的電流會怎麼跑 它的電流會這樣子跑 就是順著箭頭方向就對了 好 那如果是 0 的時候呢 0 就是一個低電位嘛 0 低電位的話 打開的是不是就是下面這一個 所以這時候電流會這樣子跑 所以它 Activate 是這一個 就是 PMOS 或者是 PMP 的 BJT 在 0 的時候 那在 E 的時候呢 它 Activate 是這一個 這個是關上的 所以它 E 的時候呢 Activate 是 NPN 的 BJT 或者是 NMOS 然後它電流會這樣跑的 對 好 所以 我們大概就知道說 如果呢 我寫程式的時候 然後我去設定它 我要 Open Drain 還是我要 Push Pull 的話 它的輸出會有這樣的差別 那這差別很大喔 之前跟大家講過 就是你的輸出功率 還有你的一些電路上的那個 外接電路的設計 就會不一樣 好 那接下來 這個稍微講一下 讓大家知道原理就好了 這其實就是 Good to know 的事情而已 所以那我們再看一下 大家手上這個講義啊 那這個講義它的上面 是不是有一個 Schmitt Trigger TTL Schmitt Trigger 在這個講義的上面 你會看到一個箭頭 像這個方向的 像左的 它是一個 Schmitt Trigger 好 那為什麼我們要做這個 Schmitt Trigger呢 原因是這樣子 就是因為外面進來的電壓 就你們看我們之前上課的內容 它其實 因為外面進來的電壓 它不可能像我們輸出電壓一樣 就是乾乾淨淨漂漂亮的 很標準的 3.300000V 或者是5.000V 不可能對不對 大家做過那個ADC 或者是一些 Power轉換 或者是電壓轉換的那個 或者是同學們之前 有做過那個 風能的Harvest 你就會知道 那個東西進來的時候 它那個電壓器 是一直在跳的 它跟我們設定好 就是標準的那個電壓器 是不一樣的 但是我這邊在儲存的時候呢 它只會存什麼 它是 Bit 啊 它是 Bit 的話 它只會存 1 跟 0 對不對 它只會存 1 跟 0 所以 當我外界的電壓進來的時候 它其實會經過一個電路 那最基礎的電路 就是 Comparator 它經過這個電路之後 來判斷說 我現在進來的這個電壓 它的電壓夠高 好 如果電壓夠高的話 好 那我就當作是 你進來是 1 我存進來這邊呢 我就給它存 1 如果電壓低於一個值 那我就會說 好 那因為你電壓不足 所以我就設定說 你進來的電壓是 0 這樣子 因為我這個 Bit 就是只能夠存 1 個 Bit 所以我一定是這樣子做 我不可能存 0 和 1 以外的東西 這時候 我要怎麼樣判別說 它是 1 還是 0 或者是說 它其實只有差一點點啊 那這時候 這電路怎麼做的呢 這個就是 Comparator 好 那這個 Op Amp 的話 我想 大家可能是有點熟 又不太熟嘛 對不對 就是在電工學裡面 老師好像很快的帶過 然後就下課了 因為這已經很後面的東西了 你要記得說 它是一個 Op Amp 然後呢 這個 Op Amp 它的作用是什麼呢 就是當我這邊的電壓 大於這邊的電壓的時候 我這邊就會放很大很大很大 所以一個很大的正的輸出 就出來了 當我這個電壓低於這個電壓的時候 所以當我這邊的電壓低於這邊的電壓的時候 表示我的輸入電壓是一個負的 這時候呢 它就會變成負很多出來 那這其實就是一個簡單的 1 和 0 對不對 我放很大出來的時候 其實我讀進來 我就把它當作是 1 了 那我說很小 或者是放很小的時候 對 就看裡面的設計 但是基本上 我們就把它視為 0 因為它可能就是負的 或者是 0 這樣子 好 所以呢 我們什麼時候決定說 它這邊是正很多 或是它是負很多 看這個 V Reference 對不對 假設這邊這個 V Reference 它是 2 分之 Vcc 那 Vcc 有講過 可能是我啊 3.3 我也不知道 反正看你怎麼設定 然後呢 假設這個 V Reference 它是 2 分之 Vcc 的話 那是不是我這個 V 印 它就是我的 V 印 綠色線是我的 V 印 當我的 V 印 小於 2 分之 Vcc 的時候 小於 2 分之 Vcc 的時候 這邊的跨壓是怎麼樣 正來負的 這邊的跨壓是 這邊的跨壓是 紅線是 V Reference 綠線是 V 印 當我的 V 印 在這個地方 就是我輸入的 V 印 是這個地方的時候 小於 2 分之 Vcc 的時候 我這邊的跨壓是 正來負的 負的 對謝謝 它是負的 因為小於 2 分之 Vcc 所以可能是比如說 0.25 4 分之 Vcc 然後這邊是 2 分之 Vcc 所以 0.25 Vcc 減掉 2 分之 Vcc 其實就是負的 4 分之 Vcc 所以它是負的 這邊跨壓是負的 好 我剛才講了 只要跨壓是負的 因為這個 op amp出來 它就會是 0 或是負很多的值 看裡面的電路怎麼設計的 所以你看 它在這一段 當 V 印小於 2 分之 Vcc 的時候 它都是 0 幅 我們就當它是 0 因為它讀進來 你存在 register 裡面 它就是 0 所以你看我們這邊 就是 0 V 印小於 V Reference 好 當我的 V 印開始增加增加 增加到這個瞬間 它超過的時候 它是不是就大於 2 分之 Vcc 大於 2 分之 Vcc 的時候 比如說 3 分之 Vcc 所以這邊 4 分之 Vcc 這邊 2 分之 Vcc 這邊 2 分之 Vcc 它大於它 對不對 所以怎麼樣 減下來是正的 減下來是正的 所以我這邊的輸出 會怎麼樣 減下來正的 然後我一個 amplifier 我給它放大很多很多 放大很多很多 這時候呢 它這邊其實就是正很多很多 那正很多很多 我們也不要管它正多少 但是我們就知道說 在 Digital 裡面呢 我會把它試成是 1 所以你看它這個地方 就是 1 這樣就是 1 好 那我定要又可以下降下降下降 那這邊下降的地方 沒有關係 反正它就是大於 2 分之 Vcc 所以呢它相減 這個地方就是大於 0 所以它這邊都是正的 一直正到什麼時候 正到這個 V 印 略小於 V Reference 的時候 這邊減下來 它要變成負的 對不對 減下來變成負的時候呢 我這個輸出 它要把它放大很多很多 所以負很多很多的時候 它不是變成 0 就是變成負很多很多 那在 Digital 裡面呢 我們就把它視為 0 所以我們看 我們的 Output 這邊呢 它就變成 0 這個就是一個簡單的 Comparator Comparator 的作用 就在於 把我外界的那個電壓 那你媽是有量電壓 做過電工程就知道 它那個不可能很漂亮 對不對 它這樣跑跑跑跑 但是對於 Digital 來講 我沒有辦法 我就是把它當成是 1 或 0 存進來 所以 那我定要這樣亂跑 亂跑的時候呢 我經由這個 Comparator 我就是告訴你說 這個時候你就把它視為 1 或者是這時候就把它視為 0 這樣 OK齁? so far 好 那這個是 Comparator 好 那 Comparator 的作用是這樣子 但是也是因為它這樣子的作用 所以它會發生一個什麼問題呢 當我輸入的電壓 長得像這個三角形的時候 OK 因為它很漂亮 對不對 所以呢 我的 Output of Comparator 也就是 我的那個 Register 在儲存的時候 我大概就會儲存到一個 這樣子的方波 長這樣子 可是我們知道嘛 就是 這世界永遠都不會這麼美好 對不對 這種漂亮的波形 只存在於什麼 夢想之中 不可能存在 在實際情況下 是不會有的 為什麼? 因為我們有很多 Noise 對 做電功實驗一定有經驗嘛 它有很多那種 Noise 那邊跳跳跳跳跳 那你就覺得很痛苦 沒有 那這時候我們就增加那個 Average Rate 然後它就好像看起來比較漂亮 對不對 大家應該還記得這件事情 可是這件事情 就是在輸入的訊號裡面 一定會發生的 所以它會變成什麼樣子呢? 你的波形啊 加上了雜訊 Noise之後 它變成長這個樣子 就是 上上下下 上上下下 這個是雜訊 就是這個不一定是你想要的 就是想要那個 Microprocessor 或者是你的電腦 辨認到的 它可能就是 Noise 加上去了 可是沒辦法 它就是下來了 下來的時候 因為 Comparator 電子元件的速度很快嘛 所以它這邊啪啪啪啪的時候 它會怎麼樣子 它只要一超過 一大於它 我馬上就把它判別是 1 它一小於它 就變成副的時候 我馬上把它判別是 0 所以呢 當這個 Noise 加進來的時候 它這個 Comparator 出來的值 它就很快的被放大 很快的被放大被視為 1 然後很快的 0 的時候 很快的 Set 就變成 0 所以 它就會變成這樣 10 10 10 這樣在那邊跳 那我們想要這件事情嗎? 不可能想要嘛 對於我們來講 這東西是一個錯誤的讀值啊 所以 怎麼辦呢? 這時候我們就會期望說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說 你不要反應這麼快 你遲鈍一點好不好 對 你遲鈍一點 因為有時候 Noise 基本上 它可能只是在你那個波形上面 加上一點這樣子的 Repo 而已啊 如果你遲鈍一點 我反應慢一點的話 其實這些 Noise 是不會被抓到的 所以 一個比較理想的 Response 會長什麼樣子呢? 它會長這樣子 這是我的輸入的波形 然後 當我就是 有 Noise 進來的時候 我不要反應這麼快 就是你看 當我這樣子 上來 下來 上來 下來的時候 它 在這邊的時候 就是當我在這邊的時候 雖然說 它已經 它已經大於 Reference 了 可是因為 它之前是在 Fud 所以 我們就反應就慢一點說 它可能還不是喔 所以我也不知道 但它可能還不是喔 一直到它大於這個 一個 Positive Threshold 的時候 我才會說 它真的有夠大了 表示它可能 Overcount 那個 Noise 就是我們想要兩個值 它真的變大了 這時候我們才把它視為是 E 那 反過來 反過來也是一樣 就是 它這邊呢 必須要小小小 小到一定的值的時候 我們才會把它視成是 所以你真的已經不是正的了 你是已經真的是變成 Fud 不是因為 Noise 的影響造成的 所以這樣子我們就變成 我們要設定一個 Threshold 一個 Positive Threshold 和一個 Negative Threshold 那它原本是正的的時候 它必須要低於 Negative Threshold 我們才會說 好 那你這時候 你真的變成 Fud 那如果你原本是 Fud的時候 你必須要高於 Positive Threshold 的時候 我才會說 好 那你真的變成正的了 因為有了這樣子的一個 Threshold 的設計 所以我們進來的那個波形 它就不會這麼醜 我這樣子在那邊跳跳跳 對不對 因為我反應就是比較慢了嘛 所以 雖然我這邊都會抓到 但是 我在這個裡面的 其實這邊沒有對得很好 它是應該低於它 那至少在這裡面的這些 Repo 它可能是 Noise 造成的 那當然也有可能是訊號造成的 但是反正就是這些 Repo 呢 它其實它就會當作是 沒這回事 即使它這時候已經低於 低於就是 Reference 或者是高於 Reference 它會當作沒這回事 我們就會看到一個 相對乾淨輸入的訊號 這個是 Smith Trigger 的目的啊 好 那原理是什麼 這我再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當我這個 V 音是正的時候 那我這邊 或者說大的時候 大的時候 我進來這邊 那這邊就變得很大嘛 所以當這個很大很大的時候呢 我們是不是這個 其實可以把它視為一個分壓電路 對不對 所以這邊很大很大的時候 這邊其實會得到一個 一個相對大的電壓 那所以呢 我這個地方 我就必須要 正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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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 好那我開始往下的時候 負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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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就可以讓我們的輸入訊號和輸出訊號的關係 變成是有一個 positive threshold 跟一個 negative threshold 這樣子 聽不懂沒有關係 反正這個其實只是讓大家知道說有這件事情 然後大家也可以稍微再看一下它的運作原理 重點是什麼 重點就是我們要知道說 因為有了這個 Schmitt Trigger 在我們的這個輸入電路裡面 有了這個 Schmitt Trigger 所以呢 它比較不會受到 noise 的干擾 然後就哦哦哦哦哦 然後就是訊號這樣子 然後你就會在你的那個 Regist 裡面 看到就是 它零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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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這樣亂跳 這不是我們想要的 對 那是因為有這個 Schmitt Trigger 的關係 對大概是這樣子 那其實我們已經講完了 所以為什麼 Input Port 使用 TTL Schmitt Trigger 呢 所以有時候大家應該就可以回答 假設說你OK了 就是大概知道我剛才在講什麼的話 或是你至少你從那個波形的那個關係 你就會知道說 為什麼我們 Input Port 要使用 Schmitt Trigger 就是我們希望能夠避開那些 就是震盪 noise 造成的訊號輸入的錯誤 這樣子 好 那這個也是補充資料 那所以其實我們一樣 我們在那個電路裡面 我們在這張裡面的右邊 就是 Output 的地方 其實我們有看到兩個 Diode 串在一起 對不對 那這個是幹什麼的 其實你要是有看到這種 兩個 Diode 串在一起的 然後就是它上下 上下就分別是 就是它就把那個 Output 夾在中間的 基本上大概 十個八個是在做保護電路 那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知道嘛 Dial 的特性 特性我們之前也有學過嘛 當這邊大於這邊的時候 它導通嘛 視為通路 就是視為導線 然後當這邊大於這邊的時候呢 它視為段路 就視為 switch 打開這樣子 那這邊也是 這邊大於這邊的時候 就是視為導線 然後這邊大於這邊的時候 我們就視為是打開的 所以它會這樣子 就是我這邊 V 印進來 然後看我這邊快要是多少啊 如果說我這邊 症症症症症的話 它其實它會是怎麼樣子 它會是 這邊導通 對不對 然後呢 這邊是打開的 那症症症症症症症 症太多的時候 會發生什麼事情 症症症症症症症 症太多的時候 假設這邊就是莫名其妙 發生一些就是 比如說一些 Overshoot 或什麼的 的時候 就是我們看到那個電流波形 上去的時候 那這個其實 在絕大部分的時候都不太好 有時候我們會很喜歡它 有時候我們要點電漿的時候 那可是在絕大部分的時候 絕大部分的時候 我們不希望這種 Overshoot 出現 所以我們會怎麼樣呢 就是我們會希望說 那你就是如果有這個 Overshoot 出來的時候 你不要衝過來 然後燒掉它 就可能會有些 PASS 燒掉它 所以這時候 Overshoot 的時候 我就把它導通 電壓太高了 導通 導通了之後呢 它就會因為 這個是 Power Supply Power Supply 一般來講 它會 Dominate 掉那個電壓 所以這邊的電壓 它就維持在 3.3 伏 那反過來也是一樣 太低的時候呢 變這邊打開了 可是這邊呢 這邊就短路了 短路的話 太低太低 我再低再低 我就是低到 ground 所以它也不會因為太負 而發生就是什麼 就是傷害電子元件的事情 所以這就是 保護電路的作用 好 那so far 就是我們大概把一些 外接電路 比較相關的電路 稍微解釋一下 那接下來 上面這些東西都是 讓大家知道就好了 那如果你不知道的話 其實影響也不會太大 大概就是那個 Pull Up Pull Down 還有 Push Pull那邊知道就好了 有聽懂最好這樣子 那接下來這個東西 組合語言的控制 Register 還有Register的值 Register的位置 這個很重要 請大家一定要聽懂 聽進去 因為我們之後 我們全部都是在這邊搬來搬去 搬來搬去 這是我們的 GPIO Port 然後呢 這個其實我們之前有給大家看過 字有點小 但是你可以看到 就是 就是 APB1 還有 AHB 對不對 剛才有跟大家講 APB1和 AHB 然後呢 AHB2這一區 要特別請大家留意 就是它是 0x4800000 所以 0x4800000 這個其實是 很重要的 因為大家之後使用的那個 Port GPIO Port 的那個 Register 它的那個值 全部都存在 AHB2裡面 那 AHB2的這個 記憶體區間 它是從 0x4800000 開始的 所以 第一個Port 它就是放在 AHB2的最前面 第一個 就是最前面 所以第一個 GPIO Port 就是 GPIO A 它的位置 它儲存它第一筆資料的位置 就是 0x4800000 好 然後我們等一下也會講到 應該是 APB1還是 APB2 那所以其實我們大概 從這邊知道說 所以AHB嘛 因為GPIO如果存在AHB的話 它表示什麼 它速度是快的 因為它是 high speed bus 如果存在APB裡面 相對就是 Feriful 所以相對是比較慢的 這樣 好 那這個是我們補充資料 就是 Reference Manual STM32 然後SQRC 周邊Register 操作相關的參考文件 就是 Reference Manual 就是那個檔名是RM0351 就可以看一下它這樣子 它的Memory Map在這邊 那這個Memory Map呢 它是 最大張的Memory Map 最大張什麼意思 就是你所有的主要的Memory 它基本上都劃分在這裡面了 那後面啊 後面大家看到的就是 比如說 AHB2裡面有什麼 有什麼 它會再細分下去 大概這樣 所以這張是最大張的 就是Laser 總Memory Map這樣子 然後我們看的就是 就是在0x48000000這裡面 HB2 0x480000裡面呢 我們把它放大來看 就會 你就會發現就是 喔 這是0x48000000 對不對 你看喔 它裡面存的第一個就是GPIOA 然後呢 0x480000400 它存的是GPIOB 然後0x480000 0800是GPIOC 所以我們知道 每一個Port 它其實它分到的 記憶體的區間 大概有多少 是不是00000到0400 對不對 就是000到400 所以大概是有400 這樣子長的記憶體區間 是存一個GPIO Port的 那這個記憶體區間裡面 存的是什麼呢 就是剛才跟大家講的 我們要控制 這些PIN角的 Output input 或者是它的Speed 然後或者是它的那個 Type 或者是它的輸出的Data 就是存在 這一個記憶體區間裡面 所以我們的 Again 就是這一張講義的 第一張圖裡面 你看我們講到 有一些各式各樣的 Setbit BSRR ODR OTYPER PUPDR 這些register 它就是存在 這一個裡面 而for GPIOA 的 for GPIOA 的這些register 就是存在 這個記憶體的區間裡面 那當然 for GPIOB 它就是存在 GPIOB的記憶體區間裡面 然後順便提一下 ADC在這裡 ADC我們之後會用到 它很好用的東西 所以你要讀外面的資訊的時候 你就用ADC去讀 好 大概是這樣 所以我們第一步 我們知道什麼 我們找到位置了 對不對 還沒找到啦 但是至少我們知道說 位置的分布是長這樣 那我們上次上課的時候 我們學到的就是 我把值 我們知道怎麼把值寫進位置裡面 對不對 那我們只要把正確的值 寫進正確的位置裡面 那這個PIN角它就會動 就這樣 我們現在至少我們找到位置了 所以比如說 在C語言裡面 我們怎麼把值寫進位置裡面 是不是就是 A等於 就是CharacterA 星號A 對不對 然後 這次語法沒有很對應 比如說我要加個分號 反正就是大概 示意是這樣子 所以A等於0x48000 對不對 0x48000 是不是我們在這邊 就是0x48000 所以就是GPIOA 對不對 然後我們把一個值 把一個值寫進 星號A裡面 四元裡面非常簡單 非常直覺 寫進去 這時候呢 它其實就是 0x48000 的這個位置 它裡面 就存了1 這樣 所以其實我們就藉由這樣的方式 我們就去更動了 那一些 Output 相關的 Register裡面的值 真簡單 就這樣子 但是概念上很簡單 實際上 Register有很多 對不對 就像是我們剛才給大家看到的 你有什麼 你有 Pull Up Pull Down 對我們有 Pull Up Pull Down的 Register 我們有 控制讀取的 或者是輸出速度的 Register 就是 Input 或者是 Output的 Speed的 Register 我們也有控制 就是我們的 Output Type Register 就是我們是Pull Up 還是OpenDrain 等等 對不起 這是那個Pull Up Pull Down 對 還有就是 我是要讓它做輸出 還是做輸入的 這個是控制Register用的 所以 我們現在 往這個講義的 下一張看 它是這個 Configuration的Reference 你們可以稍微看一下 各式各樣的功能 可以稍微把這東西 接在那個上面 就是 這個呢 是我要去控制 我的那根PIN條 它的各式各樣的功能 然後呢 這個是什麼呢 這個是 Enable Enable就是說 我告訴你說要準備囉 你可以用囉 這樣子 那你就可以用了 它可以用在那個 Processor裡面是什麼意思呢 它其實就是 把Bus給它接上去 因為你原本是打開的嘛 我接上去就表示我這個訊號 是可以讀的這樣子 對 所以這個是一個 那接下來 假設說 我一切的設定都設定好了之後呢 我就可以開始輸出資料 或者是可以讀取資料 對不對 那這個呢就是 DataRegister 我把我要輸出的資料 假設是要Output的話 我就把它寫到 Output Output的DataRegister 就是 ODR Output的DataRegister裡面 按照我這些設定 去開始做輸出 如果呢 我是要讀進來的話 我這邊設定好了嘛 所以我就去讀 因為它讀進來之後呢 它就像我們剛才那個電路一樣 它會這樣子進來 從上面這邊這樣進來 所以它就讀進來之後呢 它就會存進這個 Input的DataRegister裡面 所以你就去讀這個 IDR Input DataRegister 你就可以知道說 我現在外面的電壓 有什麼樣子的變化 是高電位還是低電位 這樣 所以它的分類大概是長這個樣子 好 所以我們那個 Configuration的reference在這邊 所以我們大概可以看到 各式各樣的Register 這是Model OTYPR Pull Up、Pull Down、Oxpeed 對 這邊請各同學稍微看一下 接下來啊 接下來我們就再往下講 一開始啊 就是我們大概講說 你看有這麼多的Register 對不對 第一個是 Enable Enable很重要 EnableRegister 它就是把開關打開 然後讓你真的 就是這個GPIO可以用 然後 Control的Register的話 我們剛才講過 就是我們做這個PIN角 然後呢 它的Output的Type 做各式各樣的設定 或者是說我要把它設成Input 然後再來就是 我都設定好了之後 我開始使用它了 我開始使用它的時候 其實呢 就是DataRegister 我要Output什麼 或者是我多進來什麼 這就是我開始使用了 所以其實我們大概分的話 我們就會知道說 這是什麼 從這邊到這邊 其實是Initialize 然後 我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你們在寫Arduino的時候 有時候要一個就是 InitializeModel For example 對不對 你Call它之後 你就說 好棒就可以用了 其實它那個Initialize的Function 你要是把它點開 看裡面程式碼的話 它其實就是在做 類似這些事情 我要設定 各式各樣的 這個PIN角的 Output Type 和Input Type 這樣 那繼續看一下 這個東西 再給大家講在下面 我們剛才看到了嘛 是不是就是 它有各式各樣的 Register 對不對 Output Data Register Set Bit BSR BR Register 然後呢 我的輸出 要用什麼樣的方式輸出 的Register Output Type 對 然後PORR PORDOWN 等等的 然後呢 這個是Input Input的那個電路 還有Input Data Register 好 那這些各式各樣的 Register 當我們想要使用它的時候 所以我們大家說 有這些功能 然後有這些Register 所以呢 我們在程式碼裡面 Assembly 剛才很簡單跟大家介紹的 就是C原理它怎麼做 在Assembly 裡面 它會怎麼做 一樣啊 就是我們找到了 正確的位置 比如說 GPIO ODR 是不是就是這個 Output Data Register GPIO ODR 所以呢 它是在Memory裡面 它是一個Memory 然後呢 我就從等號 所以呢 我就把它的位置取出來了 位置取出來之後呢 我存進R1裡面 然後呢 它是位置啦 然後呢 我再把這個值讀出來 所以我R0裡面存的 其實就是這個的值 對不對 好 然後 and or的話 它其實是一個 運算的過程 我們等一下會詳細的講 那這邊的意義就是 我們把我們想要的指令的值 把它寫進R0裡面 然後呢 store R0 那我們知道R1是什麼 就是GPIO的位置嘛 所以我們就把R0 我們想要下的那個指令的值 存進R0裡面 好啦 正確的位置 正確的值 假設值都正確 就是位置正確 值也正確的話 其實我們就把我們想要的 控制的指令 丟進去了 這個就是組合語言 它的運作的方式 丟進去之後呢 那一根pin角的 那一個function 就設定好了 對就這樣 好 這邊其實剛才有帶大家看過 那這邊就是一個 比較清楚的整理 對 所以當一根pin角 我們最開始啊 我們要選擇說 input還是output 對不對 這很重要 如果是你要讀的話 就是input 或者是output 然後有一個 alternet function 或者是說 它是analog的 這個我們就會用到 analog 這很重要 這三個我們會用到 那如果呢 它是輸出的話呢 是不是就有兩種電路 輸出的話我們可以選擇 使用push pull 還是open drain 這兩種電路 所以output type 的register 在這邊做設定 然後呢 輸出和輸入啊 其實都有可能會用到 pull up 還是pull down 的circuit 所以你看pull up和pull down input有 然後output 它也會有 對 所以你要做設定 那我設定好了之後呢 我的 output speed register 我輸出的速度要多快 那就是 low speed median speed high speed 對 我們default的話是 4MHz 那它這邊就是你特別設定的話 那它就會是 這個 speed 這樣子 所以你大概設定的程序 大概會這樣子設定 那就是我們就這樣一個一個的 把我們需要的register 設定好 那其實也就是我們這根pin角 它的功能 還有它的特性 就會被設定好 這樣子 好 其實等一下 公共學會拿到一個 砲碼燈的 assembly的code 然後 跑出來 跑出來大概會像這樣 對 你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嗎 就是 你看它LED是 是 你看 左右左右再跑 兩個 兩個LED 然後跑過去 再跑回來 這樣 對 那所以其實我們等一下就是會 所以這個很明顯嘛 這個是output和input 這是一個output 對不對 所以我們等一下要做 就是我們做各式各樣的設定之後 然後呢 我們在那個 output data register裡面 一直去改動 output data register裡面的值 然後呢 它 然後它就輸出了嘛 那輸出的時候 它就會 就是讓這LED亮起來 對 這是很簡單的一個程式 有點類似hello world 對 那它的code 這個code 我們大概先講一下架構 等一下會詳細的介紹 好 所以我們會看到 那什麼synthes啊 CPU那什麼的 就是都是看一看 然後你看到一個這個東西 你看它 Ecore RCCAPB2ENR 0x40 2104C 然後GPIOA的moder 這個 這個 那這個是什麼呢 這個就是它的位置啊 那Ecore 我們知道是debine嗎 所以它就是 它先把它的位置都給你定義好 把你的位置都給你定義好 然後呢 這邊呢 是把那個 RCCAPB2ENR 就是activate 就是連上 然後說 所以我這個PORT A GPIOA 它就可以用 然後呢 這個是把它設成 Output Mode 然後呢 這個是把它設成 就是High Speed Mode 那這些值 我們等一下都會詳細的介紹 然後基本上 它的架構就是 這樣子 我先 define 它的 它的位置 那後面呢 我就是使用 我們大家很熟悉的 LDR 把那個 位置讀出來 然後呢 Move 然後或者是 OR啊 去把那個 register裡面的值做改變 然後把值寫完了之後呢 我們再 Store 就是STR 把它存進 那個Memory裡面 那就完成了一個 把資料寫入 register裡面 就是把資料寫入 這個 Function Control的 那個 動作這樣子 這邊稍微 就是等於是 讓大家再回復一下記憶 上次 像跟大家講的 那這直接定義法嗎 我就是 Move Move 30H就寫進去了 好寫進去了 那這是我們禮拜三 練習的code 然後 register使用的話 是不是這個等號 就是取出它的位置 等號是取出它的位置 然後呢 括號就是 就是我們去找這個 把這個值讓它是位置 然後去找這個位置裡面的值 然後這Store 就把它存進去 這樣子 所以我們如果要打開 GPIO A的話 我們做法就是 這是位置 然後呢 我把位置裡面的值取出來 然後呢 把位置裡面的值取出來之後呢 我做一些運算 比如說我把E存進去 假設說開GPIO A的話是E 它就打開了 把它Store了回去 這樣子呢 我就完成了Assembly裡面 把GPIO A那個PIN 設定成E 然後跟你說好 輕易打開 這樣子 這是那個RCC啦 RCC HP2ENR 就是Enable 把它打開 這樣子 C語言的話相對簡單 剛才也跟大家講過 就是 我就把A的位置寫進A裡面嘛 那它一個Pointer 所以A本身存的是位置 那Pointer A的話呢 等於E 那這樣子呢 我就是在這個位置裡面呢 把這個位置裡面的值寫成E 這樣子 那這兩個code 基本上是等效的 一個是Assembly 然後一個是C 概念上是這樣 好 那所以呢 就是如果寫入值 去控制一個GPIO Port 就是這樣啦 就是剛才講到 就是位置 然後讀出來 寫進去 再存回去 就這樣 然後所以接下來 我們就開始帶大家說 我們要怎麼查值 還有查位置 你會查之後其實 你也知道怎麼寫了 是不是基本上 我們就可以下課了 對齁 所以我們這堂課最重要的目標 就是這個 教大家怎麼查值 然後還有怎麼查位置 然後會寫了嘛 我講的是code 會寫了嘛 上次教大家寫了嘛 這個東西都搞定了 你知道怎麼做之後 我們這堂課就結束了 所以我們現在來看位置 那剛才有稍微 做了一些簡單的介紹 那我們現在再仔細的看 GPIO 的位置 那這個一樣啊 請大家 愛用Reference Menu 然後有事沒事 或是至少寫作業的時候 跟它翻一下 然後跟它親近一下 那就學習怎麼使用User Menu 這樣子 好那這邊的話 我會帶大家看 那之後就是 就請大家自己去 多翻翻它這樣子 然後 我那時候跑去上 查爾斯的課的時候 查爾斯他很狠 他是 他從來不帶學生 看User Manual的 反過來講 其實他對學生很好 因為他要求學生 要自己去熟悉看這種東西 因為工程師嘛 你以後一定要自己去 去找User Manual 自己去把東西弄出來 所以這個是一個練習 那我們這邊帶大家看的話 Reference Manual 然後Page 68 這個就是 剛才跟大家講的 就是AHB2的這個記憶體的區間 裡面呢 GPIOA的位置 再看一次 好那GPIOA GPIOA剛才也跟大家講過 是0x4800000 就是AHB2 AHB2的第一個位置 這樣子 好 那我們今天呢 我們會用到的是 GPIOB 當然你用GPIOA也可以 這其實都一樣 就是Port基本上都大同小異 會有一些功能上些微的差距 但是大部分的Port 基本上都是一樣的 那我們會用到GPIOB 所以會是0x4800000400 你要用GPIOA也沒有問題 好 那我們再往裡面看 你看GPIOA 它是0x4800000到03FF 所以這裡面還有各式各樣的register 這個是GPIOA 或者是B 或者是C裡面 各式各樣的register 它長這個樣子 好然後 因為它實在是太多了 所以我已經盡量放大了 抱歉 但是它看起來還是長這個樣子 所以你看 GPIOAmodel 是不是 model我們剛才講過嗎 然後 GPIOBmodel GPIOXmodel 你會發現什麼 它的Offset都是0x00 然後呢 GPIOOTYPER 就是GPIOXOTYPER 它都是0x04 對 然後呢 AllSpeed都是0x08 Pullup、Pulldown都是0x0c 對 然後Input Data Register IDR呢 都是0x10 這個叫做Offset Offset Offset是什麼意思呢 Offset就是起始值 在往上加多少 什麼意思呢 就是 如果 我現在 要查 GPIOAmodel的位置的話 怎麼查 就是 你看喔 C好了 這樣讓大家比較好懂 GPIOCmodel的位置 是不是就是 我先去看 GPIOC 它的起始的記憶體的位置 在哪裡 對不對 GPIOC起始的位置 是不是就是 0x4800 0800 對不對 這邊 然後呢 Model它的Offset是00 表示什麼 表示它是 0x4800 0800的 第一個Memory 或者是第一個Register 就是Model 所以它的Offset就是0 因為它就是第一個嘛 那很棒啊 那就是0啊 所以呢 GPIOC的Model的位置 就是0x4800 0800 再加上 0x00 就是0x4800 0800 好那 所以同樣的 GPIOC 的OTYPER 就是Output Type Register 的位置 是什麼 它的位置就是 往上堆嘛 往上堆 往上堆 所以 GPIOC OTYPER 它的位置 沒有錯 就是0x4800 reference 00800 加上 0x04 那就變成 0x4800 0804 我們就比較知道說 這個記憶體它大概怎麼 安排的了嗎 所以我們 有說這個概念之後 所以我們再回來看,其實就很清楚啦 Port的 Address、 Data、 Mode 等等的都是查 Manual 然後在我們 Reference Menu ST330M Port它是怎麼樣子的 它是Port先疊完了之後再下一個 Port 再下一個 Port 也就是說我 Port A 裡面 我就疊了我的 Mode 然後疊了我的 Typer 然後再 Speeder 然後再 Pull Up Pull Down 這樣疊下去 疊完了之後 再來就是下一個這樣子 所以其實就是長這個樣子 GPIOC 就是這個 然後往下疊 Speeder 等等等等等等 好,那所有的 Register 就是所有 GPIOC 相關的 Register 都疊完了之後 下一個是什麼? 下一個 Port 嘛,對不對 GPIO D 全部都疊完之後 下一個是 GPIO D 所以我們現在就可以了解說 Offset 到底在幹嘛 Offset 就是 每一個 GPIO Port 它的起始的位置 再加上多少 它就是那一個 Port 的 控制那個 Register 的位置嘛,對不對 那因為每一個 GPIO 的 Port 它控制的 Register 的大小跟數量 都是一樣的,對不對 所以它的 Offset 就是說 我下一個是什麼 下一個是什麼 下一個什麼的位置 其實也就會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就跟它叫 Offset 大概這樣子 好,那所以呢 我們現在知道說 它的記憶體的架構 是長這個樣子了 所以我們也會查了,對不對 好,所以我們再做一個練習 那個 GPIO B All-Speeder 的位置 這怎麼找呢? 因為是 GPIO B嘛,對不對 我們就看 GPIO B 是不是 0x4800, 0400 好,所以 GPIO B 是 0x4800 然後前面就不寫了 然後 0400 然後我們又看說 因為是要 All-Speeder 了嘛 所以呢 All-Speeder All-Speeder 在哪裡呢? All-Speeder 在這裡 那我們看到它的 Offset 是 0x08 你知道嗎? 就是加起來就對了嘛 好,所以呢 0x4800, 0400 加上了 0x08, 0x 好,所以就等於 0x4800 0x4800, 0408 這個就是 GPIO B 的 All-Speeder 的位置 好,這樣大家應該就了解了嘛 好,那這個就是 你怎麼樣去查 Memory Map 裡面 位置在哪裡的方式 那你說就是 欸,老師這很麻煩耶,對不對 我控制一根 PIN 角 我就要做四、五個 Register 那我要一個一個查 好,那我不是查死了嗎?對不對 好,那介紹大家一個比較方便的做法 就是我們會有減入測意啊 所以我都會先教大家比較痛苦的 然後再慢慢跟大家講 比較愉快的做法這樣 減入減難,我會先教簡單的 大家就不會想要理我 就是那個背後的原因是什麼這樣 好,所以你們要是去下載 我們那個 Lab 2 範例程式碼 LED Assembly Code 的話 你去開那個 PIN 點 S 檔 你就會看到說 欸,其實它幫你定義好了 對,它幫你定義好了 欸,還蠻開心的 就是它已經算好了 如果我沒有記錯啦 這個其實是智慧系的同學他們寫出來的 所以好像是他們真的要自己查 自己把它那個整個定出來這樣 好,然後 所以你看喔 我們剛才算嘛 GPIO B All-Speed 的嘛 你看 0x48 000 408 它都幫你定義好了 所以你要用的時候 你就直接寫 因為這一個 E 可嘛對不對 所以你就直接寫 就是我要讀 GPIO B OTY P R 的位置就可以了 它就自己就幫你找好了 它這已經幫你算好 插表算好了 對,所以還蠻開心的 在 PIN 點 S 裡面 就不用自己去找了 那同學問到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就是你要把你的 define 因為它 compile 的時候會去 compile 所以你 PIN 點 S 它會 就讀完之後它會知道說 我以後看到 GPIO 系列的 然後就是 Type 啊什麼的 register 的時候 它會自動把它換成那個位置 好 對,那再來就是 所以我們剛才大概是知道說 我們怎麼樣從 Memory Map 裡面去找 或者說其實我們就直接從 PIN 點 S 裡面去找 那同樣的 我們在找 RCC AHB 2 ENR 就是我們在 Enable 它的那個方式 其實也是類似的 我們看一下 Page 253 我們先講的就是 因為 RCC 是在 AHB 1 裡面 所以我們先看 AHB 1 是這一個 所以它是 0x 4002 0000 AHB 1 所以 0x 4002 0000 然後在 AHB 1 裡面 在 AHB 1 RCC 裡面 RCC 是在 AHB 1 它前面是一個 Reserve 的 就是預留不知道要幹嘛的 然後它是存在 AHB 1 0x 4002 0000 裡面 AHB 1 RCC 然後呢 這個就是 RCC 的 AHB 2 ENR 的 Register 那它就有 16 個 Bit 嘛 那我們會看到說 在這個 16 個 Bit 的 Register 就是裡面 那它的那個是 0x 4C 所以我們要找 RCC 所以我們要找 RCC AHB 2 ENR Register 的位置 其實就是你是要一層一層往下找 然後把它加上去這樣子 所以它加起來就會是在 AHB 1 裡面的 RCC 是這一個 然後在這裡面 RCC 它的 Default 值 就是說它是在這一個 memory 的區域裡面的 第 0x 4C 啊 所以你要再把它加上去 所以它的位置就是 0x 4002 104 C 這個是 RCC AHB 2 ENR 這個 Register 它的位置 好 那這個位置裡面呢 好 那這個位置裡面呢 它存放的是一個 16 Bit 的 Register 所以它長這個樣子 然後呢它前面的第 0x 1個 pin 角 0x 1 2 3 4 5 6 7 8 的這幾個 pin 角呢 它存放的就是我在不同的 port 的 Enable 那如果呢我這邊呢我是想要 Enable 那個 GPIOB 和 GPIOC 所以呢我要寫進這個 Register 裡面的值呢 其實就是 Binary 的 0000 0110 對不對 我這樣寫進去之後 我是不是就是把這個設成 1 這個設成 1 對不對 所以呢把它設成 1 其實就是把它 Enable 了 因為我把那個線連上了 這樣子 那我用 Binary 的寫法可不可以 可以 但是很麻煩啊 對不對 我要打很多 0 可能還會算錯 所以呢一般我們都會用 Hesadecima 的寫法 就是這邊就是 0 然後呢 0110 是不是就是 4 加 2 對不對 所以就是 6 所以就是 0x 06 這樣子 所以呢我們就會寫什麼呢 我們就會把 0x 06 或者 0x 6 寫進這個位置裡面 那這樣子也就是把 1 1 寫進這個裡面 這樣子 所以呢寫進去之後呢 就是我們就把它打開了 就把 Port B 跟 Port C 打開了 這樣 所以剛才講的這個呢就是 我們去打開那個 我們找到了 RCC HB2 ENR 的位置 對不對我們找到了 剛才帶大家找到了 然後呢還有它的值 它的值要怎麼寫 我們也跟大家講了 對 所以這基本上就是我們這樣子去 就注意它的位置跟值這樣子 好 然後再來就是 這個大概大家看一看呢 它這邊講的就是說 我要設定 Mode 你看我設定 Mode 的時候呢 那我這邊就是設定 OTY PR 然後呢設定 All Speed 然後呢 Pull Up Pull Down 那這時候呢 我最後這個 Pin 角 這個 IO Pin 角呢 它會是一個什麼樣子的狀態 這個其實你要是很清楚的知道說 我想要設定是什麼 那我去查那個表就可以了嘛 對 好那不同功能要寫入對應的值 那剛才我們就是講了那麼多 其實大概都是在告訴大家說 怎麼樣查值 那你會的話很好 因為你就對於說 我的那些 Register 在記憶體裡面 它的位置分布是怎樣 大概會有概念 那你真的真的不知道 就是也沒關係 反正你就去查 Pin 點 S 嘛 Pin 點 S 它就告訴你 它幫你查好了 對 好那我們接下來看說 我們要怎麼樣子寫入對應的值 好那 這個就一個一個看了 那這個東西呢 這東西全部都是從 剛才的 PDF 檔案裡面抓出來的 比如說這個 RCC AHB2 ENR 這個 Register 它裡面的值 到底有什麼作用 好那我們看一下 我這邊有點不厭其反而帶大家看 就是重點就是希望大家能夠熟悉這個檔案 熟悉這個檔案之後 你就比較知道說 我遇到問題我去哪裡查這樣子 對好那 反正就是 你就直接用那個自傳搜尋就可以找到它了 所以你看喔 這是 Fairful Clock Enable Register 然後呢 你 Clock 接上之後 你有一個時脈它就可以開始運作 所以我就等於是 Enable 它了 好那 就是 Offset 等等等等 Offset 的值在這邊 重要的是什麼 重要的是 它的這個 Register 我們知道說 它不是 16 個 Bit 的 它是 32 個 Bit 的 然後呢 每一個 Bit 代表的 或者是對應的用處在這邊 你看 GPIO A GPIO B C D E FG 在這個地方 那它裡面呢 要寫 0 或寫 1 的作用 會是什麼呢 那這邊我們都不看 因為我們不會用到 往下拉 你看 GPIO A 1 如果呢 它是 0 的話 表示這個 Port A 的 Clock Disabled 如果你把它寫 1 的話呢 表示這個 Port A 的 Clock 是 Enabled 那一樣 B C D 全部都一樣 就是寫 0 的話呢 就是 Clock Disabled 這個 Port 就不能用了 然後呢 寫 1 的話呢 就是 Clock Enabled 那它就可以用 這樣 那所以我們就知道啦 我們要讓哪幾個 Port 可以作用 可以使用的話呢 我們就是在那個 Port 裡面寫 1 我們想要把它關起來的話 我們就給它寫 0 這樣 這個就是 GPIO Port 的 Enabled 好 那接下來呢 Enabled 了嘛 所以我們就要開始做 各式各樣的 Set 各式各樣的 Function 的 Set 好 那這邊呢 我們就先講 GPIO B Model 不管是哪一個啦 反正就是只要是 Model 的話 它的 Offset 一定都是 0x00 所以我們一樣 我們來查查看 那 P 266 其實這邊有跟大家講了 但是你就可以 假設我也不知道 那我就從頭開始查 然後呢 Moder Mder 那我就找到了 Model 點一下 我就跳來這邊 對 那 GPIO 的 Model 我們看到 Offset 是 0x00 然後呢 這裡面 你看喔 我發現 Mode 0 它有兩個 Pin Mode 1 有兩個 Pin Mode 0 代表什麼呢 Mode 0 代表 Pin 0 Pin 0 的 Mode Mode 1 代表 Pin 1 的 Mode Mode 2 就是 Pin 2 的 Mode 然後呢 因為我們的 Mode 有哪幾種呢 有 Input Mode General Purpose 還有 Alternative Function 還有 Analog Mode 所以呢 我們就要選 我們要選哪一個 Mode 可能因為我們想要做 Output 剛才看到跑馬燈那個 LED 在亮 所以它是一個 Output 所以呢 我們選的是 General Purpose Output Mode 在我們今天的練習裡面 所以你看 General Purpose Output Mode 是我們今天要選的 那如果呢 你把它設成 00 這邊設成 00 這邊設成 00 不是 Disable 它喔 設成 00 是我要 Input 我有指揮 Input 這樣 所以大概是這樣 那如果說 這邊舉一個例子 我們一個 Port 有 16 個 Pin 角 那一根 Pin 角 需要兩個 Bit 來做設定 因為 00, 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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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個 Bit 來設定 所以如果說 我要去設定 Pin 5 的 Mode 是什麼的話 那我就是在這個 Register 裡面 我卻要去算 Pin 5 的位置 那 Pin 5 是不是就是 這個是 Pin 0 嘛 Pin 1, Pin 2, Pin 3, Pin 4, Pin 5 然後我要把它設成什麼呢 Output Output 是什麼 是 01 所以呢就是在這個地方 就是 01 其他的因為我不想動它 所以就是把它設成 0 所以就是 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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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 不可以設成 0 也沒有用 它變 Input Mode 對 但是基本上我就是把這邊 我要把它寫成 01 這樣子 好那這邊寫 01 的話 就是什麼呢 就會是 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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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000001 然後前面都是 0 所以它換算成 Hesadecima的話呢 它就會是 這邊是一個 Hesadecima Bit 這邊是一個 Hesadecima Bit 所以這邊就是 0000 這邊是什麼 是 4 然後這邊是 0 所以它就是 0x 0400 所以我們就把 0x 0400 就是我們要寫進去的值 是它 這樣 然後這是 Default值啊 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我如果不動的話 它就是這個值 好 那所以我們現在 我們知道說 我們要寫的是 如果是 Pin 5 的話 那就是 0x 0400 那如果我們現在 黃碼燈它有 4 個 LED 所以我們要開 4 個 Pin 好那假設我們選的是 Pin 3 到 Pin 6 這 4 個 Pin 的話 那我們就去找嘛 就是 Pin 3 到 Pin 6 好那 Pin 3 到 Pin 6 的話 是不是就是 Pin 0 Pin 1 Pin 2 Pin 3 Pin 4 Pin 4 Pin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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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010 oppose 這個呢就是 我們要把這個值寫進這個位置 那我的 GPIO Pin 6 到 PB6 它就會變成 output mode 好 所以這邊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你看我們這個程式碼會怎麼寫呢 是不是就是等號 GPIOB mode 的位置取出來 然後我去讀它的值 讀它的值之後呢 我再跟它做 end 然後再做 or 再把值重回去 對不對 運作是這樣子 好 那為什麼是 R0 就是它原本裡面存的值 end 0x FFFC03F 呢 為什麼是 end 這個呢 那我們來看一下 因為啊 就是 0x C03F FFF我們就不看了 FFF就是全部都是 1嘛 對不對 C03F 你把它轉成 binary 的時候 它長這個樣子 就是 C 是 12嘛 對不對 就是 8 加 4 所以就是 1 1 0 0 0 的話就是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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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嘛 3是什麼 3 就是 2 加 1嘛 4 就是 1 1 1嘛 就是 0 0 1 1 F 就是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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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它轉成 binary 長這個樣子 那你這個東西 跟 R0 做 end 的話 我們知道你的 bit 跟 1 做 end 的 就是原本的值對不對 就是不變 所以呢 這幾個地方的值都不會變 然後呢 bit 跟 0 做 end 的話 一定會變成 0嘛 對不對 所以呢 這行做出來的結果是什麼 就是 它在其他位置的值不變 但是呢 在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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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段的值呢 全部被清零 就是確保它全部都被清零了 然後再來我再做這一個 over 所以呢 我清零的那一段呢 我 over 0x 15 40 其實就是 0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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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嘛 是不是就是我們剛才算出來的 就是 3 4 5 6 它把它都寫成 0 1 0 1 進去這樣子 所以呢 我 over 完了之後呢 我就把 0 1 寫進去 那我 over 0 就是原本的值嘛 就等於是我都不管它 這樣 好 我弄完了之後 我再把它 store 了回去 我是不是就是把 我找出來的那些值 然後呢 用 logic 的方式 logic get 的方式 把它修改完了 然後呢 再存進原本的那個位置裡面 好 所以其實大概就是這樣子啊 那這邊有一個小小的問題啊 就是那為什麼我要 end 的 0 大家有沒有想過 為什麼我要 end 的 0 好 那原因是 因為我這邊我 over 0 的時候啊 我原本如果是 1 的話 它其實它會是 1 喔 對不對 假設啦 假設我這邊取出來的時候 因為我不知道裡面是什麼 我不知道原本裡面是什麼啊 如果我之前不知道做什麼事情 把它變成 1 的話 那我這邊 over 1 over 0 它會是 1 喔 那它寫出來是不是就錯了 我們不是要它 1 1啊 我們是要它 0 1啊 所以我們這邊必須要先 end 的 0 把它確定都清空 然後呢 我們這邊做 over over出來的值才會是對的 所以這兩個行其實就是一個 比較安全的做法 然後呢 把我們要的值寫進這個 register 裡面 然後再從 register 裡面存進 這個 control 的 register 那其實它就是一個 memory 的位置裡面 這樣 然後那接下來其實就大同小異了 所以比如說像這個 OTYPER 那 OTYPER 這個其實你也可以查一下 P265 那就是下一頁 A 就在它這邊嘛 好 那我就可以看一下它的內容是什麼 這邊這樣很快了 好 OTYPER 那如果是 0 的話呢 就是 push and pull 然後呢如果是 1 的話呢 就是 open drain 那我就可以去做設定 好 那這個我們也講過了嘛 push and pull open drain 然後 speed Speed 我們也可以做設定 那 speed 的 offset 是 0x08 然後 reset value 然後它一樣是兩個 bit 兩個 bit 所以你就可以設定 四種不同的 speed low, medium, high跟 very high speed 你就可以設定它 好 那這個 all speed 的寫法 所以大家試著練習看看 然後呢這個 pull up pull down register 看一看這邊 然後來想一下說 所以如果我設定 pin 是 pull up 的話 那麼我這邊設計應該要怎麼寫 就是我 PB3 到 PB6 我想要把它全播的設成 pull up 的話 好 那我的 or or 就是我學生要寫今天的值嘛 是多少 大家想想看 那接下來就是把一些電路 還有一些設定 我們把它講完整 你看我們已經從 HB to ENR Enable 然後我們 Enable 了 B 和 C 然後呢 GPIO B 因為我們會使用 GPIO B 3 到 6 所以我們的 model 其實也設定好了 那 OTY PR 我們也設定好了 那 speed 就是輸出的速度 我們也設定了 那 pull up pull down 剛才是讓同學做了一下練習 那我們現在再往下看 那什麼是 pull up 和 pull down 呢 它基本上你就把它視為就是 當它在運作的時候呢 那如果是 pull up 的話 那就是當它在運作的時候 它的那個電壓會是拉到高的 就是 input 所以 pull up 在運作的時候呢 它就會是 電壓是高的 你看它這邊輸入的電壓會是高的 高電位 那如果是 pull down 的 circuit 我這邊設 pull down 的 circuit 的話呢 那就是說 它在運作的時候呢 電壓會被拉到低電位 這樣 大概可以 roughly 這樣子看 pull up pull down 好 如果呢 是 output的話 其實也是類似我們看一下 就是當 output 然後如果 pull 我們設它是 pull up 那當它在運作的時候呢 它其實會有點類似這樣 就是它在運作的時候 它會有高電位的作用這樣 那 我們要設定它是 那我們一樣 我們去查了這個 reference manual 然後呢 我們自串搜尋 搜尋 pull up pull down register 然後呢 我們就會找到這個表嘛 然後找到這個表之後呢 我們就知道它的 offset 然後我們也會看到說 就是 我要 no pull up pull down 的話就 0,0 pull up 的話是 0,1 pull down 是 1,0 1,1是 reserved 所以我就知道說 喔 所以呢 我現在我要寫的就是 0,1 然後 因為呢 我們剛才講嘛 是 pb3,4,5,6 嘛 所以是不是就是 pb3,pb4,pb5,pb6 所以呢 就是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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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那這東西 好 所以是不是就是 0,1 0,1 0,1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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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所以它這個東西其實跟剛才那個 應該是 mode 是不是一樣的 所以呢 它也是一樣是 0x 的 1540 這樣 好 那這個東西我們會用在哪裡呢 會用在我們的那個 LED閃爍的電路裡面 所以你看 這基本上我們剛才講 就是你是高電位 你設 pull up 的時候 就是它運作的時候 它就會是一個高電位的使用 所以 當我們把我們的 output pin 角 設成 pull up 的時候 其實 它在運作的時候 它在運作的時候 它其實就是一個 高電位發生作用的狀態 所以 我們的 circuit 會怎麼接呢 我們 circuit 會這樣接 就是 LED 在這邊 電阻在這邊 當然嘛 電阻放在前面嘛 可以保護啊 電阻放在靠近高壓的地方嘛 保護它 然後呢 3.3v 這樣子接 接上來 這樣接 這個是我的 pin 角 然後 因為它 pull up 嘛 所以 當它運作的時候 我這個地方 它就會 高電位發揮作用 高電位發揮作用 這樣進來 是不是 這 LED 就會打開 因為它是高電位 LED 就亮起來 好 所以大概基本上 大概是這樣 所以等一下 大家在接 LED 的時候 大概就是用 用這東西去接就對了 好 那這邊就是我們剛才講過的 就是 0101 0101 所以就是 0x 15 40 我把它寫進去 這樣 然後剛才有同學 也問了一個很好的問題 就是 那我還要很辛苦地找出來說 我這個地方 我哪裡是 00 我其它是 11 那我可以不要這麼麻煩 我給它全部 set 0 就好了 我就給它 end 0x 0000 我也不用算了嘛 對不對 Easy 開心 那你在操作上 其實這樣做應該是 OK 的 反正你也沒有用到其他 pin 角嘛 所以應該 OK 可是如果說你的 pin 角的使用 變得比較複雜的時候 你其他的 pin 角 也有用到的時候 那就強烈不建議這樣做嘛 對不對 因為你可能就會影響到 其他 pin 角裡面的值 大概是這樣 好 那這個其實我們剛才也講過了 就是 所以呢 我們剛才經過了 一堆設定之後呢 其實我們設定的是什麼呢 這邊算是一個小小的 summarize 我們的 mode 我們設定成 01 就是 我們要 output 然後呢 我們的 speed 我們設 10 對 然後呢 就是 pull up 對這樣子 然後呢 我的 OTYPR 是 00 這樣子 反正這個地方就是 你想好說 根據我的電路的需求 要做哪一些設定 對 好 那我們的 OTYPR 我們這邊是設 push and pull 就等於說 我們想要提供它一個 比較大的電流的供應這樣子 所以我們是設 push and pull 所以呢 我們這邊我們是寫 0 這樣子 所以好那反正我現在 大家就設定說 我要各式各樣的功能了 對 output 然後呢 pull up 然後push pull 然後呢我速度也決定好了 等等我都決定好之後 我就把這些東西都查好表 然後寫進它相對應的 register裡面 其實我這樣搞好搞 搞完之後其實 我做到這邊為止啊 我完成了什麼 我完成了我的 pin 角的 initialize 它還沒有開始動喔 我完成了我的 pin 角的 initialize 就是所有的 pin 角都 enable 了 然後都設定好它的 type 了 然後呢 ready to use 這樣子 到目前為止 所以其實還蠻辛苦的 你看組合員 在底層啊 所以它要設的東西 就會比較多這樣 好 那接下來 這個其實我們 我們沒有用到 實際上就是 自動機他們其實有用到啊 就是 input 那我們未來也會用到啊 但是在這邊沒有用到 那 input 的話 他們這邊就是設 GPIOC 然後呢 pin 13 對 pin 13 是一個 input 好 所以這是一個 input 的設定啊 那一樣嘛 它去把那個位置找出來 然後呢 我 pin 13 GPIOC的 pin 13 是 input 所以呢 我們剛才 反正經過了查表之後 我們知道說 欸 00是 input 所以呢 我就把 00 先 n 的 00 把那個區域清零 然後呢 再 or 00 把 00 寫進那個 pin 角的位置 那這樣子呢 我的 GPIOC pin 13 就被設定成 input mode 這樣 好 那 input mode signal paste 我們剛才也有跟大家講過 它長這個樣子 走進來 那從 pin 角進來之後 經過一個 smith trigger 然後呢 它會存進 input data的 register 裡面 就是 idr 對 那我當然 我要在 mode 做設定嘛 我要設定說 我要 input 這樣 那這樣子 弄完之後 我就可以開始 就是藉由 讀取這個 register 裡面的 值 來知道說我 pin 角 上面發生什麼事情 這樣 好 到目前為止啊 我們 終於把最終的部分講完了 就是 我們的 pin 角的 address 我們會找了 不會找沒關係 去找 pin 找 pin.s 很輕鬆 對 然後呢 我們也知道說 把 pin 角做 initialize 我們要做各式各樣的設定 那這些設定呢 就是去 PDF裡面 去找嘛 然後找那些 pin 角 它不同的 就是 register mode speed 等等的 然後裡面的那個 看你要怎麼設定 我們大概就匯了 這樣子 往下的話呢 就是實驗電路 這個我帶大家看過去 因為這個電工學應該都 大家都有 background 了 所以就看一看 好 麵包板 板子 我們 RG 板 排組好像沒有用到 LED還有電阻 那我們基本上 我們都會在 那個 LED 高壓部分 穿一個電阻 所有的那個 原件的上面 我們都會穿一個電阻 做保護用這樣 不要燒掉 然後 這個是指波開關 指波開關 其實 我們沒有用到 因為我們課程簡化 然後那 LED 的話 LED 二級體 二級體 二級體理工學學過 那它的 IV Curve 長這樣 那基本上 你要比較長的那一根 應該就是 Arno 的 比較短的那一根 是 Castle 的 如果你想要去找的話 對 然後所以 比較長的那根是 Arno 的 就是去接高電位的地方 然後 比較短的那一根 就是 Castle 的 你去接低電位的地方 那你要加上一個線流電阻 保護它 好 這個就不用講了 我們其實電工學 不會的自己查 排組 好 那這邊 其實就是 剛才在講的 Negative Logic和 Positive Logic 那這邊要跟大家講的是 我們的輸出電路是要怎麼接的 那 這就是 Logic 當它動作的時候 你 CPU 收到的那個 邏輯的 準位 那所以呢 當我裝置動作的時候 CPU 收到的是 High 1 的話 那就是 Positive Logic 或稱為 Active High 好 那這東西它的電路應該要長什麼樣子呢 就是這個 Positive Logic 所以呢 當它裝置動作的時候 會怎麼樣呢 當它裝置動作的時候 我給它接上去 接上去的時候 是不是我這邊的電壓 是不是被拉到 3.3 伏 所以呢 它就是 我們叫做這樣子的電路的配置 叫做 Positive Logic 它動作的時候 就是接上的時候 它會被拉到高電位 反之相對的呢 就是當這個電路動作的時候 你看 它接上去的時候 這個電位會怎麼樣呢 是不是我這邊的電壓 會被拉到 Ground 因為電阻在這邊嘛 電壓會被拉到 Ground 所以呢 這個動作的時候呢 你 CPU 得到的電壓是 Low Voltage 的話 就是我們稱為 Native Logic 或者是 Active Load 其實這個我們今天不會用到 跟大家講一下 有這件事情 這樣 好 這個會用到囉 請大家要認真看 這個也是剛才跟大家講的 就是 我們要用 Active Load 的 Circuit 這個是 Output Output Active Load 就是說 這邊有一點很複雜 我們剛才又講了 Pull Up 這邊又講 Active Load 對不對 但是沒有關係 你就想說 當我這邊的電壓 就是 Pull Up 是什麼 Pull Up 是我運作的時候 它的高電位發揮作用 對不對 高電位發揮作用 所以它亮起來了 可是你希望它高電位發揮作用的時候 你這邊要怎樣 你要低電位還是要高電位 低電位嘛 對不對 這樣子它這邊高電位 這邊低電位 這個跨壓才會大於 0.7 它才會流過來啊 如果我這邊是高電位的話 我這邊是高電位的話 這邊高電位 這邊高電位 它根本就跨壓沒有到 0.7 它過不來 所以你看我這個電路這樣子接 你大概就可以猜到 所以當我輸出是 1 的時候 這個 LED 會不會亮 不會亮 對不對 不會亮 因為輸出是 1 的時候高電位 高電位 3.3 幅而已 我這邊也是 3.3 幅啊 打平 不會通 我這邊輸出是 0 的時候 欸 3.3 幅 0 會亮會亮對不對 大概有 0.7 是這樣子 所以電路要這樣接 記得就是 Please 要接一個保護電阻 有時候會 就是請愛奇我們的設備 那你在板子上面看起來 大概就會長這樣 這是 Arduino 但是你大概就可以知道說 是這樣子接的 那這是我們的 pin 角 然後這個是我們的 VCC 對 好 那這個地方 因為電工學大家應該都學過 所以應該大家都不會有問題 好 所以其實就是這樣子 這邊也是一樣 就是 那你要 turn on 一個 LED 的話 我們其實我們在好像 第一次上課還是第二次上課 我們有講過嘛 有兩種做法 對不對 高電位驅動 跟低電位驅動 對不對 高電位驅動是什麼 高電位驅動就是 當我的 output 是 High Voltage 的時候 是 E 的時候 我的這個 LED 會亮 或是我這個元件會打開 那低電位驅動是什麼 低電位驅動就是 當我的 output 是 Low Voltage 的時候 我的電子元件會打開 我的 LED 它會亮 那因為我們是這樣接嘛 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高電位驅動還是低電位驅動 對 低電位驅動 對不對 因為我的 output 我的 pin 角的 output 是低電位的時候 它這邊會打開 會亮 因為我的接法就是這樣子 所以它是低電位驅動 好 所以其實剛才我們講到一些 好像 Very Confusing 的名詞 什麼 Positive High 然後 Active Low 然後 Output 什麼高電位驅動 低電位驅動什麼的 對 那我自己是覺得就是 你不用太管這些名詞 重點是你去看那個電路 然後看它的電壓的高低電位 然後它的電流怎麼流的 這樣就好了 然後你看這樣就是 你這樣去往它會動就好了 對 但是它有各式各樣的名稱 然後就是有點 Confusing 這樣 那所以這個不是我們 這是實驗要用的電路 所以一樣跟大家複習一下而已 這樣子 好 那接下來就是 How to Move a Single LED 這個我們就 其實就帶過 帶過讓大家看一下 因為我們沒有 足以沒有期望說 大家要練到會寫邏輯啊 就是讓大家知道那個 拼腳的使用就好了 對 所以這是 LED 的 Blink 這樣 那這個剛才也有講過啦 就是如果你想要改 ODR 的話 你就是一次整個 Register 16個 Beats 都要寫嘛 那這當然就比較麻煩 所以你可以用 Set 和 Reset 就是 BRR 和 BSR 的方式去做存取 然後這個是 Delay Delay 的做法 那因為基本上我們 Default的話 CPU 它是 4 個 MHz 對 就是那個 速度 運算速度 所以大概一個 Cycle 一個機器的那個 時脈的那個 Cycle 就是這個導數 就是 0.25 個μs 好 那 這個其實我們也是沒有用到的 只是跟大家講一下 你要怎麼樣子去看一個 Button 它有沒有被按下去 其實很簡單 因為對於我們的 PIN 角來講 我們剛才設定 PC13 是讀的嘛 對於我的 PIN 角來講呢 我讀的就是高電位跟低電位啊 那其實你怎麼給我高電位 怎麼給我低電位 對於我的那個 PIN 角來講 我不知道嘛 那但是外面怎麼接呢 外面的接法就很簡單 它就是一個 這是一個按鍵啊 那當按鍵打開的時候 是不是它就是 你看 VDD 是這樣過來的 這邊有個電阻 VDD 是這樣過來的 所以呢 按鍵打開的時候呢 我 PC13 我看到的其實是一個高電位 然後呢 我的 IDR Import Data Register 看到的就會是 1 我這個按鍵給它按下去的時候 它就 short了 所以呢 我的 IDR 看到就會是 0 所以我就可以藉由這樣的 IDR 上面的值 我可以判別說我按鍵有沒有按下去 好那 這個是那個 PC13 的設定啊 我們沒有用到 但是有興趣的同學也可以看一下 基本上跟我們在做 Output 的 PIN 角的設定 就大同小異啊 原理觀念是一樣的 好那 那再接下來 這東西我們會比較會用到 那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 因為 剛才有講過啊 訊號的波形 就從來都沒有理想的 就是 理想的世界 美好的世界是不存在的 所以 我們的輸入波形 它不會是一個漂亮的方波啊 那所以它一定會有 Ripple 或者是一定會有一些 就是 Ringing 那你讀到的時候 當你有 Ringing 的時候呢 我們有 Schmitt Trigger 對不對 我們可以用 Schmitt Trigger 稍微解決這樣的問題 但是當它的震動太大的時候 或者是 人手就是會抖啊 那個的話 我手會抖啊 那我抖的時候 我按那個按鍵 它就會上上下下 可是這不是我想要的 但是 我在輸入的那個波形 就是我出現在 PIN 角上面的波形 它就會長像這個樣子 原本是 1 按下去變成 0 的時候 它會因為各式各樣的原因 會有 Ripple 我放開的時候 它也是會因為各式各樣的原因 有 Ripple 好那 這時候 我們要怎麼解決它呢 好 那其實第一個方法是很簡單 我們使用 Hardware 的方法 Hardware 的方法就是 你加一個 Capacitor Capacitor 就是濾波電容 那你有濾波電容之後 它的那個波形 它就會變得比較和緩 因為 C 就是一個那個 就是它可以讓你變成低通 這時候這個東西會變少 那另外一個方法 是使用軟體的方法 軟體的方法就是 我也不知道你現在進來 是高還是低 但是現在這個時間點 我取平均的話 我總可以知道了吧 對不對 如果你真的想要按下去的話 我去 Check 久一點 我是不是就知道說 你是按下去還是那個了 所以我就是 我去讀一段時間內 它是 E 的總值 那這個總值如果多於一定的數值 那我就說它是 E 這樣子 那如果是小一定的數值 我就說它是 0 它沒有按下去這樣 好 那這個也是看一看就好了 只不過開關 按下去它就是會高電壓 然後放開它 它就是變成 Ground 這樣 對 好那這是只不過開關的流程 所以呢 講到這邊 我覺得大家應該是 觀念上都有了 然後範例程式因為也給大家 所以大家跑一跑看一看 然後呢 你可以看到它這樣子跑 這樣跑 那就表示 OK了 然後你再稍微看一下裡面的程式碼 大概就是這樣子 那這邊再稍微提醒一下 就是你那個執行的時候 你 Ground Debug 完 它如果停的話 你要按 Resume 它就會一直跑 它這個其實跑完一次之後 它就停了 所以你要記得按 Resume 它才會一直跑一直跑這樣子 好那這個 這個我們講一下好了 好起始參數設定 然後這個是 Initial 那這個地方啊 就是 GPIO Pin 的 Initial 那其實每一行啊 我們剛才都有跟大家講過了 你看這個是什麼 HB to ENR 的 Enable 這個呢 是 PP3 PP6 的 Output Mode 這我們剛才都有講過了 然後呢 PV3 PP6 High Speed PV3 PP6的 Pull Up 和 Pull Down 然後呢 這是 PC 13 啦 Input Mode 其實我們沒有用到 好 那這個其實我們剛才也講過了嘛 就是我們就是把它設成 1 然後它就是 Enable 然後這個的話 Model 的話 就是設成 Output Mode 那這個是它寫進去的運算的方法 其實我們剛才也有算給大家看了啦 然後也有 所以這其實就是我插到值 然後我 End 先 End 的 0 清掉 然後 Over 這把值寫進去 這樣其實都是一模一樣的啊 每一個 Pin 角的設定 都是一模一樣的 好然後 這邊也是 這邊就是 我先去查說我要哪一個速度 然後我找到了之後 我要 Fast Mode 所以我就找 E 0 然後我找到位置了 所以是 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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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Pull Up Pull Down 我是 010 101 就是我要 Pull Up 找到了 然後我把它寫進去 寫進去的 Code 在這個地方 對 那這個 Code 我們其實剛才 上一節課 我們都就是有詳細的說明了 然後這邊也是一樣 就把它寫進去就對了 然後 Model 嘛 設定它 對 好 好 那接下來這些啊 這些的話 就是有興趣的同學 就自己看 然後它這個地方就是在做 我的那個 我跑 Loop 然後 用 Assembly Code 跑 Loop 然後去讓兩個這個 LED 這樣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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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跑到底的時候 回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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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它就是這樣子跑 對 所以這邊就是 我們有一些那個註解 所以有興趣的同學可以自己看 好那 所以 大概就這樣子 我們就講完了 然後因為剛才有同學問了一個問題 所以我想說 我也把它 這個答案 把這個回覆錄進去 對 那就是說 我剛才有講到一些名詞 像是 Port 然後 Pin 對 然後還有它的位置和值 那 Port 其實就是這些 Pin 這些 Pin 因為我們這邊有很多的 Pin 那 這邊就是 我設定就是 我把 16 根 Pin 角 我把 16 根 Pin 角 把它設定成一個 Port 那 那我這個 Port 我要去 控制它的話 它是不是就是會有各式各樣的 Register 可以控制它 像我們剛才講的 控制 Output Mode 的話就是 Moder 控制速度的話就是 Speed Register 那 每一個 Port 它都有 好幾個 Register 也就是 這些 Register 都可以去 控制它各式各樣的功能 所以比如像 GPIOC 每一個 Port 都有 它都有 Moder Otypr Ospeed 這一些 Register 那 這一些 Register 就是每一個 Port 的每一個 Register 在記憶體裡面 都有它專屬的一個位置 所以 GPIOC的 Mode 有一個位置 GPIOC的 Otypr 有一個專屬的位置 GPIOA的 Mode 它有自己另外一個專屬的位置 所以我們剛才才會說 就是你在這個位置 這個 Port 的 Register 裡面寫入正確的值的話 比如說 Moder 寫入正確的值的話 就是你告訴它說 我是要 Input 還是 Output 就是你下了指令 那我們要怎麼樣子 在這個 Register 的專屬的位置 裡面寫入我們要的值呢 是不是就是 剛才就是給大家一個翻例程式 那這是一個比較簡化的翻例 但是其實意義上是一樣的 我們在這個地方呢 找的就是 這一個專屬的這個 Register 的位置 對不對 等於嘛 等號就是取出位置 存進 R1 裡面 然後呢 把它讀出來 那我們就知道這個 位置裡面的值 我就把它讀出來了 但是重點是在 它的這個專屬的位置是什麼 那我們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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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正確的值算出來之後 我們要再存進這個專屬的 這個 Register 的位置 裡面這樣子 那 那這一個 Port 的 比如說 GPIO C Moder 或 GPIO B Moder 的 Register 像 GPIO C 的Moder 的 Register 它的位置 要怎麼找呢 那就是我們剛才 跟各位同學介紹的 我們就是從 Register 的 Memory 的那個表 就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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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查 然後我們知道它裡面 資料堆疊的結果長這樣 所以我們就可以去查 查出來 那簡單一點偷懶一點的話呢 我們就是去找 Pin 點 S 把它找出來 就這樣搞定了 這個是 這一個 Register 的位置 是長這樣 好 那值要寫進去的話 我們是不是就要另外去查值 查值在哪裡 查值在這個地方 我們說不同的功能 要寫進 要寫入對應的值 所以 像 我們一樣拿 Moder 舉例 大家會比較好 那個了解嗎 所以你看 因為我們現在要 假設我們想要讓 Pin 五 Pin 五是 Output 的話 那 它的值就要是 01 那 Pin 五的位置 就是剛才跟大家講的 就是你可以去查 Pin 點 S 或是去查那個 Memory 的 Map 去找出它的位置 那在那個位置裡面 你要寫入的值 它的 Value 就是從這個地方 就是這個 Register 裡面 我們有帶大家查 這個 Register 裡面 它的 Value 是多少 我們就查查查查 然後呢 你就可以把它找出來 那同學可能會搞混 就是說 你看我這邊看起來 它也是一長串的 Hexatissima 的值 所以它看起來像是位值 沒有 其實你看 它這邊其實是值啊 位值大概就是在 LDR 跟 STR 的地方 你要讀取它的那個位值 就是 Memory 的位值 那我剛才也講 Register Register 可是它其實 這些 Register 它是 在 Memory 裡面都有存值的 就是它其實是在 Memory 裡面 都有特別化一些區域 讓它來存的一個 Register 跟我們開那個 IDE 就是 STN3R 那個寫程式 那個裡面 看到的 R0 R1 R2 其實是不太一樣的 所以其實它都是有位值的 好 所以大概是這樣子啊 就是位值和值 是完全不一樣的 那我們這邊寫進去的是值 然後就是這個值 決定於我們想要 這個 Pin 角的 Function 是有哪些 Function 這樣 好 那希望這樣有比較清楚一點 好 那就這樣 謝謝 謝謝